我們上節課講到深度神經網路的優化非常困難 主要是遇到T度消失這個問題 那我們現在就要想一下 到底我們要重新去定義一下我們遇到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我們遇到的問題其實是一個 你的函數非常複雜 你說T度消失啊什麼 T度消失的原因是因為你遇到了一個地方 T度為0 我想大家都來記得 那什麼叫T度為0 我直接用個簡單的函數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方T度是不是0 是嘛對不對 為什麼 他沒有斜率了嘛 所以他T度是0 T度就是斜率 這個地方T度也是0 那我問一下如果這麼簡單的函數 我們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地方好像離最低點還有一點距離 但這個地方確實是是在最低點沒有錯 所以說啊 我們把這種比較複雜的函數 你只要超過244 只要到444的話 那你必然就一定會有兩個最低點 對不對 那你大概稍微想一下 我們的深度神經網路 你想像一下它有多複雜嗎 你想它有多複雜就有多複雜 對不對 它未知數而極 這個上百萬個啊對不對 那它的那個方程式的那個累積起來啊 你根本就想像不出來 它到底是長什麼樣子啊 所以說你一定會遇到這種問題啊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啊 就是局部極值問題 那局部極值問題 那我現在就是 我們手上有工具就是梯度下降法啊 對不對 梯度下降法就是 我可以這個 沿著我的梯度走嗎 對不對 假如說我在這裡的時候 我沿著我的梯度走 它都往下走 對不對 在這裡我沿著我的梯度走 都往下走 這裡也是沿著我的梯度走 都往下 沿著我的梯度走 都往下 所以你現在發現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啊 就是 其實它 其實是跟這個起始值有關係 就是 我起始值在哪 那就決定了我哪些 欸我如果起始值是在這個點以右的話 那我必然就 這個 我如果起始值是在這個點以右的話 我一定就會 回到這裡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起始值放在這個點以左的話 那它就會到這裡來 好這樣沒有問題吧 所以這個 就是 局部極值問題是我們 我們在做這個 就是 呃就是 你只要在做比較複雜的這個 預測模型的時候 它一定會遇到的 那當然啦 那個深度曾經網路超級複雜 所以 它一定 就是 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去解決它 好我們 用梯度下降法 如果你用阿源來 那就是 展示它的話 你會發現啊 這樣的一個 如果你的起始值放在0.5的話 它出來的答案會是0 但如果你起始值放在1的話 好我就已經到它的左邊了嘛 對不對 1也不行喔 那我看一下 它實際上要到多少 1應該可以阿 奇怪阿 我是2x 2x平方加3x 喔喔喔我的 我的 喔我的 這個 我上面這個式子跟我下面寫的不一樣阿 好不好 那我隨便換一個 我其實換10好了 這樣總可以了吧 欸 10也不行阿 好啦好啦我換回 我換回本來的式子好了 到底是什麼 2 3 231 好231 欸結果這個是 欸 結果我 欸不對阿2 3 1 欸對阿沒有錯阿 這個 Differential Function是對的阿 奇怪 我等一下為什麼不行 那不然我用3好了 我看一下 好啦我學習率調小一點 欸怎麼會出球勒 奇怪 我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勒 多幾 多幾代好啦 欸他是 為什麼他都到這個點阿 奇怪阿 我確定一下阿 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人可以看出問題阿 這個其實只是3嘛對不對 真的是到了 3 0.9 欸奇怪阿 這個這個這個是真的是很神奇阿 我們一樣30好啦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這個式子的導環數嘛 4x加 9x平方 加 4x三方 欸沒有錯阿對不對 來 那StarValue 喔喔等一下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問題了 因為我剛剛搞了半天 3次往右走嘛對不對 可是往左走 是負的嘛 應該要是 應該是要負的才對 哎呀這個 我剛剛沒有聽到大家講話阿對不對 原來是 對阿 負的就對了 欸這個沒有錯了吧 你看 兩個 就是你兩個 你不同的起始值 你得到這個 就是 這個 最小值是不一樣的地方嘛 好我們在這裡的時候我們先想一下 這樣有什麼問題阿 就是 如果 如果 我們想一下就是 呃 這件事情當然就是我們 沒有辦法找到真正的極小值嘛 對不對 好可是 沒有辦法找到真正的極小值 呃 假如說 有沒有這麼嚴重 大家可以想一下 好不好 我們一邊上課大家可以一邊想一下 這個 在這節課上完的時候 我會問一下 再問一下大家這個問題 就是 這個 我們顯然 這個函數就是很複雜嘛 所以我們顯然就是 不容易找到他的 全局最小值 我們只能找到他的局部績小值 那這件事情是不是有這麼嚴重 我們等一下再來想一下 好不好 好 這個問題跟T度消失是兩個問題喔 T度消失是 你走到了一個 某個地方 你再也動不了了 這叫T度消失 可是 呃 這也是局部績小值阿 對不對 但是 但是 這個 呃 但是 只要說你到這裡 你到這裡 他T度是不是也是0 這裡阿 這裡的T度是不是也是0 可是這裡是局部績小值嗎 不是對不對 所以因為各種原因 你到 你到了這個點之後 其實你也動不了了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但是他不是全局績小值喔 所以T度消失跟局部績小值問題 我們現在 我們要想辦法 我們要 欸他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樣可以吧 好 那局部極值我們來講一下啦 就是 欸 Y的X平方 這種叫凸函數 凸函數就只有一個極值啦 所以凸函數很好解 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我們在統計中常學到邏輯式回歸 現行回歸 他們在求那個 就是 最小平 就是他們要 用T度下降法去解 他們兩個式子的時候 他們都是凸函數 他們沒有其他 就是 你從任何一個其實值 他最後都可以求到一樣的答案 所以你們在用 統計的那些邏輯式回歸 這個 現行回歸的時候 你們從來沒有想過說 欸 用不一樣的 這個 就是有不一樣 就是他好像每次出來的答案都一樣 對不對 好像沒有什麼不一樣這種事情啊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因為他是凸函數 好 可是凸函數 凸函數 它就是簡單嘛 對不對 簡單的函數就是凸函數 凸函數 所以說那些線性的方程式就是凸函數 可是問題是我們 這個 之前就已經學到了 這個太多這個 太多這個東西跟 X跟Y 它是非線性相關 所以我們必須用複雜函數 複雜函數 就很容易 在求解的時候 遇到凹凸函數的問題 你大概可以想像 這世界上凹凸函數的數目 一定比凸函數多非常非常多嗎 這樣可以了解吧 你隨便找個函數 隨便畫個畫 大部分都是凹凸函數 這樣可以吧 好 那凹凸函數啊 凹凸函數我們只能夠求出局部績小值喔 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求到全局績小值的喔 好 結果我本來要問大家的問題啊 這個 結果我在這邊已經寫出來了 好就是 如果從 你現在是要建一個方程式 然後去 用X預測Y嘛 對不對 那其實 局部最佳解所求得的方程式 也許不是 預測能力最好的方程式喔 也許不是 但是 他 如果他有預測能力的話 他其實也不見得差 他其實也不見得不好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喔 就是 也許你 學了很多數學技術之後啊 你的優化能力變得比較好 然後你訓練神經網路的能力變得比較好 那也許你的Performance 你真的可以找到全局績小值啦 對不對 但你會發現別人隨便搞一搞 對不對 那其實 這個 他搞不好求得局部績小值 Performance 大概就差你的1-2%這樣子 也沒有差很多 好我想那個就是 如果有實際做過那個 呃就是 我另外一堂課 有實際給大家做過的人 應該都非常有感覺啦 就是 你搞了 你搞了半天搞了一堆 呃 新的工具進去 其實Performance上升都非常有限的 大概主要就是這個原因 好那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解決啦 我們要解決的方法 我們來想一下 就是 欸這個 這個小球啊 從高的地方 丟到 到這裡之後 然後他是不是會繼續滾 這個滾是不是就是 呃 就是慣性嘛 對不對 這可以了解吧 就是 呃 就是我們在 呃 我們在 我們的這個真實世界裡面啊 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個凹骨 你想一下 我現在真的丟一個球 我丟一個球從這邊丟下來 我丟一個球從這邊 你覺得他會停在這邊 就完全不動了嗎 不會吧對不對 他好像 會有慣性力 然後讓他過去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所以說啊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就要把我們的數學室裡面 把這個 慣性這個東西 把它加進去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事件是怎麼樣 對不對 上一代 下一代的X 等於上一代X 減掉這個 當前的T度 這個是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吧 對不對 這是 到這裡為止是標準的T度相當法的公式 對吧 好那我們來看後面 後面的重點 後面是我們再加上一個 這個保留系數乘上 上一代的值 減掉上上一代的值 好這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 我 我 我現在除了有當下的這個斜率的這個 這個 這個加速度之外 我還要保留 我的上一代跟上上一代 我剛剛走過 我剛 我上一步往東走了1公尺 我現在就要保留 往東走0.9公尺的 這樣的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方向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 這個 我們現在在式子裡面 我們簡單的往右邊加一下 我們的T度相當法 就是簡單的往右邊加一下 它其實就是把慣性動量引入了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慣性動量的這個值啊 通常是藉於0到1之間 這保留係數通常藉於0到1之間 啊 你如果0.9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保留係數想成摩擦力啦 好不好 如果是1的話就是完全沒有摩擦力 這樣可以吧 那 0的話就是 呃 完全沒有慣性 所以摩擦力是無限大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 通常大家會設一個0到1之間的數值啦 好不好 那 你說這個數值設多少比較好 跟LR一樣 要試出來才知道 所以我 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因為在函數非常非常複雜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沒有 我們其實非常難去確定 我們的LR 我們的Landing Rate 跟我們的這個關心系數的保留 關心動量保留係數 它到底要設多少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時候我們都是試出來的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當然如果這個之後我們就是 呃 如果在實作課程的時候我們讀一讀Paper 你會發現 欸 其實人家有一些有創意的做法 你居然說在最開始的時候 在最開始的時候 他優化的時候 他當然想先找個大方向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Landing Rate會很大 關心動量會很大 然後等到這個 這個 假如說過了1000代啊 或是過了1萬代之後啊 他會想要把這個改小 然後把它變得比較這個 變得比較這個Smooth一點 你會發現其實大家都非常有創意啊 好這個 這個我們先跳過 總之 你就是要知道說 這個就是 慣性動量的T度下降法 好了 是 好那我們 要加上慣性動量 是一件多麼容易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也就是說 本來我們的T度下降法 是長這樣嘛 對不對 好那當然慣性動量 你要加進來的話 你有個前提 就是 你必須要第三代開始 你要找第三個數字開始 你才可以用 因為你必須要前一步跟前前一步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說 來看著 來 if 我們把這裡 else嘛 改成I等於2 好也就是說 當I等於2的時候 我還是一樣喔 沒有變 但是只要I從3開始 我就變成 然後我直接複製喔 我直接複製貼上 再加上什麼咧 再加上一個 慣性動量 慣性值 好 這再加上一個 再減掉一個 再加上 加上加上 好加上 加上慣性值 好加上慣性值 乘上 這個 上一步 剪掉上上一步 所以這樣就是從這一步走到這一步 所走的地方嘛 對不對 我給它一個0.9 乘上去 然後來看看 好現在 我還是以0為稀釋值 剛剛以0為稀釋值 剛剛以0為稀釋值的時候 它是沒有 欸 剛剛以1為稀釋值的時候 它是走不到 它是沒有辦法很好的走到這個終點了嘛 對不對 就是在 剛剛 我上一下 剛剛以1為稀釋值的時候 它走到這裡就停了嘛 對不對 但是現在我從1這邊為稀釋值 我們來做個看 我們來看看結局 結局是怎麼樣 欸 oh else if 喔這裡少一個if 好來再來 sauce 欸你看到了嗎 它過去了對不對 你再多給它幾步 你再多給它幾步 它應該就過去了喔 欸看到了吧 它到這裡了對不對 好 如果你把它圖像畫 我們 我們就是如果你 其實只設在0.5的話 欸你就是 你把它圖像畫 它大概長成這個樣子 這我畫出來圖 如果你沒有冠性動量的話 它下來就是到這裡 它就停出來 你 你有沒有非常覺得 跟你的真實世界非常不一樣 欸可是 原始的T度像畫公式 它就是長這樣 因為它是完全沿著斜律走嘛 對不對 斜律為0的它就停住了 那如果是有冠性動量的話 它走起來就會像這樣 你再看一下 再讓它重新跑一次 欸這個是不是看起來更符合我們的這個 就是更符合我們的這個 這個就是 就是真實世界 好那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情 那大家 已經了解說 喔原來我們柿子 加這一小 加這樣右邊這個柿子 就是加的冠性動量 那我想問 欸怎麼請講 老師你剛剛看那個圖啊 它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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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去 空面去 這樣來回擺盪 哎呀這樣來回擺盪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這個就是柿子 這個也不是程式很厲害 這個是數學很厲害 這個是 就是 因為它 它走過來 它 有慣性 你想有慣性它是不是會過頭 有慣性它會過頭 可是過頭不要緊啊 因為上一步跟下一步 是完全反方向 所以它 會抵消 所以它就會 它就會 來回了 這樣懂我意思 好 我現在問一下大家 我們現在已經理解了 在後面增加這一串 它的數學意義 它的物理意義就是更加冠性動量 那我想問大家的是說 大家覺得 你如果在真實世界中 其實你也是在面對這種 高高低低的坑嘛 對不對 你現在想在真實世界中 你面對的地形 就是一個凹凹凸凸的地方 有慣性動量跟沒有慣性動量 就是有摩擦力很大跟摩擦力很小 摩擦力很小就是慣性量很大嘛 對不對 你覺得慣性量很大的時候 有什麼好處 慣性量很小的時候有什麼好處 你想一下 你大概想的到一個地方啊 就是 慣性量很大的時候 那個坑啊 如果不夠深的話 你其實很容易就出去了 對不對 就如果你要找 淺坑 你慣性量不能太 不能太 就是你慣性量不能太大 這樣可以啦 但如果你想要找深坑 就是所有的淺坑你都要跳過 那我非常建議你把慣性量調大 對不對 因為 因為這樣它就不容易被限制 這樣可以了解我一些 啊那我再問一件事情 慣性量 如果我保留係數 變成1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嗯 嗯 就是第一格的頂層 可能就 可能就找到 第一格的第一格的頂層 欸也不是欸 如果你是1的話 保留係數是1的話 代表你完全沒有摩擦力嘛 對不對 完全沒有摩擦力 代表的是 你所有的加速度都會保留 你當所有的加速度 在盤視權數字來講 就是所有的梯度都會被保留 完全沒有衰減 完全沒有衰減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你現在 從這邊往下 這樣下來 你所有受到的加速度都會保留嘛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想成 高度就是你的加速度 你是用高度來加速的 這樣可以吧 所以當你到這裡為止之前 你都不會停下 到這裡為止之後 你才會開始 有足夠的往右加速度 讓它往右走 所以你慣性的 動量的保留係數 它實際是不能夠到1的喔 所以 介於0到1 最好不要超過1 最好不要到達1啦 最好大概就是0.9那邊啦 好不好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數字 你多了一個參數 但是它的 值域範圍 就是0到1喔 那 如果是負的話 那當然就是更離譜啦 欸 你剛剛往那邊走 那我就要懲罰你一下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它一定就是0到1之間 然後最好不要到1 到1的話 就是摩擦力非常非常的小 會阿 你看 因為它所有累積的動量都會留著嘛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看喔 如果我們現在要改1 我所有事都不改喔 我們改1就這樣來看 它找不到 對不對 你看搞了半天還在1 對不對 那我們 改到3000 欸 為什麼還是1 怎麼那麼巧 再多一步啊 看看好了 你看它其實 它其實是動來動去的 但是它就在 它就在這個範圍內移動 你這樣懂我意思吧 它就在這個範圍內移動 為什麼會在這個範圍內移動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因為 因為它所有被保留的加速度 它所有的加速度都會被保留嘛 對不對 就是你在 你可以想想你在宇宙中 一個那個飛船阿對不對 這個 你從來 你完全沒有停止的可能性阿 因為沒有摩擦力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 保持 你是 你現在是這個 呃 時速 那個是 那個是碰到就是有給它摩擦 給它主力啦 這樣懂我意思吧 它不會自然停下 這樣可以喔 好 那 那 出一件事 學習力錯誤定成1.02的話 是無法收斂的 這個你大概可以想像吧 對不對 好 有趣的是這個事情喔 來 這個 就是 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在沒有冠性動量的時候 你現在把這邊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式子是x 就是這個 這個函數嘛 對不對 這個函數 當冠性動量為0的時候 當冠性動量為0的時候 還記不記得當初如果設1.02的時候 它是無法優化的 為什麼設1.02它也無法優化 因為它 走過來 它每一步都跨超過 你每一步反而是往上跨 這樣懂我意思吧 當然那個每一個函數 的極值在哪裡是不一樣喔 你這裡是設1.02 這樣你就會優化失敗 如果你設0.98 那它還是會優化成功的喔 它還是會優化成功 它會往0跑 這樣懂我意思吧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是 如果是 如果 以這個例子來講 它如果 那個 學習率設1.02 它就會每一步都會超過 都會超過這個 這個平的這個步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樣就是超過這條線 那如果 只要是1以下 它就會 它就會 它至少會往下走 它就會這樣 支支型的走下去 這樣懂我意思啊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就算你設的是1.02 就算你設1.02 如果你的慣性動量 設0.9 它一樣會優化成功耶 為什麼 因為你不斷的在反方向 對不對 反方向是不是 慣性會互減 會減掉你當前的加速度 所以它反而就可以優化成功耶 沒有慣性動量的時候 優化會失敗 就像右邊這張圖一樣 這樣可以吧 有慣性動量的時候 即使你學習力 不小心設大了 它一樣可以優化成功 所以這個慣性動量 真是神奇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就是 我們啊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就了解到一件事情 我們的T度下降法 就是要增加慣性動量 你至少也是把它設0 對不對 你如果不開心就把它設0 但如果你 至少你多了一個參數可以調 這個 這個調參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你應該調參數 你應該發現 調參數的效果不錯吧 對不對 這個 所以好 至少我們多了一個參數啦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有趣的練習 這個練習啊 我故意 這是一個邏輯思維規 左邊的式子是一個邏輯思維規 對不對 就是LogP除以-P 對不對 好 右邊 右邊我故意給它加了賽漢數 故意的 我就認為x跟y的關係是 就是長這樣 我等下生成data的時候 就用這個關係式去生成 可是因為我加了賽漢數 所以說賽是一個循環漢數對不對 有時候它就是介於0到1到-1之間循環 賽漢數是一個循環漢數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 x1 x2跟y的關係 0.7 它其實是長成這個樣子 這夠噁心了吧 故意的 我故意的 我故意的做什麼 欸 我的beta1跟beta2是0.7 我把data生成的時候 注意我生成data的時候就是這樣生成的喔 這樣可以啦 我生成data的時候就是這樣生成的 上個禮拜我們試過非常多種不同生成data的方法 但是你現在知道說 如果你把data就是按照你的原始的指定的4G生成 那你用那個式子去求解 那你一定是求得到嗎 我把這個圖畫出來 plot x1 x2 然後color等於y color等於y 加1好了 好看到了吧 夠噁心吧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欸 但是這個 你確實是可以用beta1等於0.7 beta2等於0.7的 數學式把它割開喔 但是你要用邏輯思維規來做嘛 對不對 好 在這裡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 我如果我們要用 我們要求解 我們如果要求解這個式子的beta1跟beta2的話 我們需要得到beta1跟beta2的導函數對不對 來我們來這邊幫你解好啦 l函數等於變成長這個樣子 然後s型函數長這樣嘛對不對 一路往下 我們直接看到我們的 beta1的偏導函數 跟beta2的偏導函數 分別長這個樣子 啊你說怎麼解出來的 這不重要啦 好不好 你只要知道 欸 偏導函數就長這樣 那我們現在只要做一個實驗啦 就是 欸 我已經幫你把 偏導函數寫好了 我已經寫好了 這樣可以 我已經寫好了 那 我希望你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試著用 有貫性動量的 這個 有帶貫性動量的這個 T度下降法去優化 跟沒有帶貫性動量的T度下降法去優化 你大概用屁股想來想得出來 這個 有帶貫性動量 欸那個 就是沒有帶貫性動量的T度下降法 大概是不可能求得出解的啦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們就試一下 如果你覺得這一題非常困難的話 你可以直接去看答案 看答案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親手操作啦 你就可以試一下 就是說 你把貫性動量調一調 然後去了解一下它的軌跡這樣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15分鐘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 呃 我們這一題就是 最後的這個答案啦 那這個當然已經是最終解了 那我想T度下降法就是 呃 T度下降法是怎麼做的 他其實就是 呃跟剛剛一樣 那他 就是你真的做不出來也沒有關係啦 但是我們要 我們重要的是 我們要學習就是 呃這個 呃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到底貫性動量有跟沒有會發生什麼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動量為0的時候當然是 沒有辦法優化 動量為0當然是不能優化啦 好不好 這個 這個你大概可以想像吧 動量為0的時候無法優化 他優化出來的結果就是 Beta1等於0.1 Beta2等於0 Beta2等於0 但是貫性動量 同樣的貫性動量你改0.9 他就是有辦法優化下來 那如果看這張圖會比較明顯 就是 你從0開始 其實是從0開始 如果你給了貫性動量的話 他就是有辦法越過這個淺坑 然後達到深坑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但是如果你沒有給貫性動量 那他當然就是0了就0 停了就停了嘛 對不對 當然就動不了了 所以說我們這樣大概可以聊 我們這個就是真的 我們剛剛那個函數圖形 他的D型圖 他真的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吧 好這種 這種就是 這種東西 特別設計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 你看要兩個位之數 只一定要給你解兩個位之數的方程式 你才有辦法看得到這個D型圖吧 如果他有三個位之數 那你就怎麼看他的D型圖 就看不到了 對不對 因為就四維空間了嘛 對不對 好所以說這個 這個題目都設計 特別設計出來的 我們來給一個衍生 就是說如果 剛剛我們在產生Data的時候 我們是用0.7 0.7去產生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用2跟3去產生呢 在這裡2跟3去產生 好我們再做一次 你會發現 又優化失敗了對不對 又優化失敗 為什麼會失敗 來看一下 現在D型圖長成這樣 你這個要成功非常的困難啊 你的感覺是出來吧 成功非常的困難啊 那 這樣子 的話 我們 有辦法 我們還有辦法去解決他嗎 就是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去解決他對不對 至少關係動量解決不了 我們等一下再來想辦法 看還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他 可是至少 你現在知道 關係動量他有幫助 可是他並不是無敵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但是他還是很重要喔 你不能說 他不是無敵的就不用他喔 至少有用比沒有用好嘛 對不對 我們通常科學突破是一點點累積的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看到這張圖我們再來了解一件事情 我們要到下一節課之前 我們來了解 到下一個小節之前 我們來了解一下這件事情 就是 這個啊 不管怎麼樣 你講 函數啊 他如果複雜起來 即使你用再多了不起的技術 他要去 解決就是很困難 所以其實最 追本溯源的方法 就是你要把函數改簡單嘛 對不對 你希望函數 呃 函數變簡單的狀況之下 你的 model performance 一樣 很好 也就是說 我們的model performance 上一節課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你 提出來的 預測函數 你的function set 還是要有能力 你和任意函數 你還是要有這個能力 但是你又希望它簡單 不要像 不要那麼複雜啦 這樣等我意思 所以在這裡 我要跟大家講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這個 一味的 其實你講到這裡 你就知道這件事情 雖然說 多層感之機 就是人工智慧 它最開始的時候 是由 這個 是由這個 就是 神經元啊 大腦的結構 我們對大腦的結構理解 把它發展出來 但它就是太複雜了 那所以說 在我們的數學工具跟上以前 其實我們還是要把它寫簡單一點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我們來 來做一個最小的改動 有一個 最小的改動 那這個最小的改動 是這個 就是 這個 這個 paper 做出來的 大家 可能覺得這個 paper 這個 這個 paper 它是 這個人你們有沒有看過 應該有吧 有喔 這個尚捷克出現了 他在1986年的時候 那篇 natural paper 也是他嘛 對不對 在2012年的時候 你看又是他 所以他 所以他被叫深度 神經網路之父 這也是應該的嘛 對不對 2019年的圖靈獎得主 好 這是他的學生 他們在2012年的時候 以後我們會講到這個 這個 他們 就是 在2010年開始有個比賽 有個圖像識別競賽 叫 這個 ILSVRC ImageNet ImageNet是那個資料庫的名字 ImageNet Large Scale Visual Recognition Competition 好那這樣的 這個比賽啊 在2012年 他們拿了冠軍 2012年的冠軍 算是 一切突破的開始 就是如果說 大家講說 近代的這個 深度神經網路的這個 深度學習的這個革命 從什麼時候開始 大概就是從2012年 這篇 paper 開始 但這篇 paper 其實 呃 其實他 並沒有解決太多事情 但是 呃 他做了很多小修正 那最後他的 performance 非常好 那我要講的是說 欸 這個 這篇 paper 其實非常了不起喔 這篇 paper 嗯 就是 這篇 paper 我這個圖很久沒有更新啦 他統計到2012年 那時候 呃 我們來看一下 他現在引用資助多少好了 不夠資格了 應該可以看吧 好 ImageNet 看一下 ImageNet Classification ImageNet Classification With Deeper Neural Network 然後看一下 欸 不可能是這篇啊 是什麼recognition 還是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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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到了 這篇 這個Alex嘛 對不對 九萬 九萬三 應該也是算 蠻了不起的一篇 paper 好 這麼了不起的 paper 九萬三可能大家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 大概 我記得好像就是 我記得大概前幾年的時候 我有看到那個什麼 Nature雜誌啊 他發表說 人類有死以上引用最多次所有論文 最多的是三十五萬啊 但是 好像十萬以上的好像也 就是好像不到 好像不到十篇喔 十萬以上也不到十篇啊 所以他已經 就是他已經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不過之後我們還會再介紹另外一篇更了不起的 paper 好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做了什麼事 這篇 paper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篇 paper我現在教的這個東西 它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之後我們的好幾堂課程 你會發現 我們有好幾個小節都在講這篇 paper 因為他做了好多小改變 這樣的東西 我們今天要講的第一個改變是 他把非線性轉換函數 從S型函數 S型函數就是 很像羅奇思惟貴那個函數嘛 對不對 S型函數就是這個 來來來 如果你忘記了我再給你看一下 S型函數就是這個 這個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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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函數我們 我們 如果你不知道他叫 S型函數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S型函數 因為 負無線大到正無線大 他的 他的這個 X跟Y的關係長這樣的 所以他叫S型函數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他把它改成 他把它改成 這個 relu 這個我們知道relu 這個 那relu這個函數啊 我們來把它改 relu這個函數它長這樣 relu 它長這個樣子 relu這個函數跟 那我來問一下 當初為什麼我們要用 S型函數 因為我們要模仿神經元嘛 對不對 模仿神經元 那那個神經元是那個 累積足夠多的這個information之後 就要 送出訊號 對不對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說 這個 這個邏輯就是累 數字大於多少 要 輸出 數字小於多少 不輸出 這個是step function 對吧 step function就是 超過多少要輸出 沒有那個 就是 小於多少的不輸出 就是step function 可是step function 為什麼不能用 還記不記得 你還記不記得 為什麼不能用step function 不記得 好 因為他不可為分嘛 他沒有梯度 他沒有梯度 他沒有梯度啊 他在任何一個地方邪率都是0 你看一下step function長什麼樣子 step function長這個樣子 step function長這樣 超過0他就輸出 小於0他就不輸出 那在任何一個點他的斜率都是0 斜率是0代表什麼意思 不可為分 不可為分代表什麼意思 你沒有辦法透過連鎖率 去求出大函數的總為分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在那個部分不可為嗎 所以說我們把step function換成這個sigmoid function 它是有原因的啊 因為不可為啊 這樣懂我意思啊 不可為你就不能用梯度下樣法 你說你不能用梯度下樣法 可不可以解 還是可以解啦 好不好 但是你就要用一些奇異怪怪的方法 所以這個 為了方便我們就把它換成sigmoid function 那這個step function 長跟sigmoid function很像吧 應該長蠻像吧 你看 長還算像嘛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可是 我們現在把它改成reliu 這個reliu就是 reliu reliu的方式 reliu的方式你們剛剛看過了嘛 就是reliu的那個 函數圖形你們剛剛有看過了 這就是reliu 這樣可以吧 reliu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 如果x 小於 小於 大於0的話 我就 我就不改變它 但如果x 小於0的話 我就直接把它改成0 好 你仔細看一下 reliu這個函數 跟 step function 它是不是有點像 唯一的差別在 大於0的地方處理的方式不一樣 它在小於0的地方就直接把它捨去了 大於0的地方它就直接輸出原始數值 你把它換算成 你把它用生物學的那個講法講成就是 如果神經突出 就是這個神經的這個收到這個訊號 如果它小於某個數字 那我們就 我們就不輸出 它那個累積的電位不夠 我們就不輸出 那如果超過的話 我就原樣輸出 聽起來有點奇怪對不對 我們好像根本找不到這種神經院 還是有 我不知道 這個 這個 那 總之我好像 我真的沒有聽過 好不好 那把它換成這個 如果從數學的角度來講 那是好的 為什麼 因為本來你想一下 本來s型函數 我們再看s型函數 本來s型函數的缺點是什麼 它在解梯度下降法的時候缺點是什麼 它在x很大 跟x很小的時候 它就會很接近 它的梯度就會很接近0 對不對 還記不記得它的梯度解出來是什麼 導含數解出來是 1-自己 因為它是介於0到1之間的數 所以當它很接近0 或很接近1的時候 它的梯度就會消失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那 那 所以說 它能夠 它有效範圍 它能夠傳遞梯度的範圍 是不是就只有 4 可能 -4到4之間 這樣可以了解吧 是一個相對窄的範圍 可是如果你換成RADU 你換RADU的話 你換成RADU的話 它能夠傳遞梯度的範圍是不是變多了 0以下 是絕對不可能傳播梯度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因為它的梯度就是0嘛 可是0以上 0以上 它的梯度完全沒有做任何修正 它的梯度就是1 所以從0到正無限大 都在它的可傳遞梯度範圍內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RADU函數 比起SIGMORE的函數 也許在生物意義上面 好像長得不太像 長得又更不像 可是它在數學上面會簡單一點 好 那簡單 簡單歸簡單 我們的數學重點不是要解出來 對不對 重點是 我們想要 我們 我們前面那個前提不能放棄啊 我們的大函數要有什麼前提 有再講一次 還是李俊荷 李俊荷你要講 蛤 不要 它有能力擬核任意函數 所以你不能說把這個 飛行率轉向函數 從SIGMORE的換成RADU 它喪失了這個能力 那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它還是得要能夠擬核任意函數 那我們要怎麼去 我們 實際上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 其實它可以從數學上證明 還是可以擬核任意函數 好這樣可以 但是我們 我們不喜歡數學證明 我們用做實驗的 就是我們把 SIGMORE的換成RADU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 這個深度神經網路 是不是還是能夠WALK 好你要怎麼換呢 你要換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你就是把 原本這裡是非線型轉換 是SIGMORE的 對不對 你把它改RADU 你最後一層 你可不可以改成RADU 不可以喔 抱歉不可以喔 因為你最後 最終輸出是0到1 這樣可以吧 啊可是你把中間都換 你把中間換掉 最後一個不換 你還記不記得 Cross Entropy的 導含數是長什麼樣子 Cross Entropy的導含數的分母 是不是就有P乘以1-P的部分 它可以跟 其中一個SIGMORE的 function 把它約掉 Cross Entropy的導含數 長成這個樣子 有一個P乘以1-P的部分 當分母 它可以跟 SIGMORE的導含數 的那個P乘以1-P 約分約掉 所以說 只剩下一個SIGMORE的函數 這是可以接受的 剩下我們通通RADU去代替 那我們一路求導含數的求解 我們得出來的 W2跟W1 它的導含數分別就是這兩個 這樣有通過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實驗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請你練習 建構 使用REDU 以及冠性動量的MLP 函數 這是桑捷克最後的函數 這個函數是有 這個 有這個多層 就是可以允許多層的喔 好你注意一下 剛當初我們沒有 只有SIGMORE的 function 我們沒有REDU function REDU function我放在哪裡啊 REDU function我放在哪裡啊 我沒有放REDU function 我沒有放REDU function 那你們 要做出來的機會 應該是幾乎沒有了啦 那我們就是直接貼答案 好不好 直接貼答案 來 SIGMORE的 function 要改成REDU function 要增加REDU function 那你在反向傳播的過程中 你就需要有 REDU的這個 導含數 REDU的這個導含數 我們來看一下練習二的答案 練習二的答案 我們增加REDU function 並且增加了 REDU function的導含數在這裡 Gradient L function Gradient L 本來 它是不是要跟REDU function有關 所以它變成 Gradient L 變成 這個H進來之後 然後把它 把這個東西 把大於0的 小於0的地方變0 大於0的地方變1 然後把它乘上去 變成我們的Gradient L function 請你直接貼答案 然後 試一下 試一下 有REDU跟沒有REDU 就是兩個人都要試 這個你也要試 這個你也要試 那當然 你要知道一件事 慣性動量不是重點 在這裡慣性動量不是重點 因為不管怎麼樣 它都優化成功 對不對 可是你要試慣性動量 你還是可以試 你試什麼 深一點的網路 因為深一點的網路 當初是優化不了 對不對 比如說我記得當初在這裡 五層六層七層 好像就優化不了 對不對 所以請你 比較一下這個函數 跟這個函數 你要知道它的本質是一樣的 唯一修改的地方 只有REDU 跟關心動量 你試著看看 REDU加關心動量 是不是能夠 多伸 多深一層 那也很了不起 好不好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你用REDU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兩個函數把它分開 一個是old old就是之前的 然後這是新的 如果你用old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一個網路 你優化出來的這個形狀 會長什麼樣子 其實它有點優化失敗 沒有關係 這可能不重要 重要 重要的是我要 請你們觀察它的邊界 它的邊界是圓滑的 然後呢 它的優化軌跡 你看它的優化軌跡 是不是非常緩慢 其實它很有可能還沒有優化成功 不然我們再多一點看看 我們給它2萬代看看 2萬可能大概就會成功了 因為它有慢慢的往下 只是還沒有到最後面 有成功了 然後這個邊界是平滑的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改成REDU REDU 我們同樣有2萬 這樣這個圖才有辦法比 對不對 來再做一次 2萬要跑比較久 不過我就想要給你們看這個效果 好你們仔細看一下 這個這兩個圖 我們先看左邊 它們差別在哪裡 這個REDU的邊界是不是很硬 很硬就是 零零交易非常多 合理嗎 其實也蠻合理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REDU的函數本身就是這麼的硬啊 對不對 超過多 小於多少直接變0 對不對 那SIGMOE的函數當然就是比較平滑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你再看右邊這個圖 右邊這個圖是什麼 是 每一個 Iteration 它的這個Lost軌跡 你發現了什麼 這個REDU的優化效率 你用同樣 同樣的結構喔 你只是把SIGMOE的改成REDU 它的優化效率快了 不知道多少倍 對不對 這個是肉眼可見的倍數 如果你仔細想想的話 你應該可以想到 這個在 在上個學期的課 當然你要有修上個學期的課 上個學期的課 在做邏輯所有貴的時候 我們曾經比較過 使用殘差平方核 跟使用Cross Entropy當損失函數 使用殘差平方核不是優化不了 就是很慢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在SIGMOE的函數 他在很多時候 他的斜率 就算不是0 那也是趨近於0 所以必須很長很長的時間 你才有辦法走到那個 會快速變動的階段 然後 然後最後才會優化成功 但如果是 REDU函數的話 他的斜率一直都非常穩定 因為他跟線性 他幾乎就是線性的 幾乎就是線性的 只差在他的這個 這個就是 他的這個 就是 小一點的部分他會捨去 所以你看他效果真的不錯對不對 那邊界硬一點有關係嗎 邊界硬一點齁 其實好像關係也 也沒有那麼嚴重 對不對 因為你只要夠多的線 他邊界就 就彎曲曲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 所以說這樣 這個REDU這個函數不錯吧 對不對 那他跟 你隨著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1982年的時候 那個方程式 還跟 這個大腦 看起來很像 他越來越不像 你就會發現 這個 最後就是 什麼樣數學好解 就會往什麼樣走一點這樣 好那我們這樣來看一下 我們講到這裡的時候啊 我們大致上 已經又學了一個技術 就REDU 對不對 以後我們再也不會用SIGMOID SIGMOID跟REDU 這個 應該是沒有什麼選擇啦 就是不是說 這是一個參數 要給大家調 應該是 後來大家好像 就沒有人在用SIGMOID的函數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這真的是淘汰喔 這真的是淘汰 REDU也不是就最終版本 後面還有人用一些新的REDU以外的函數 但是 基本上 BEST ON他 他改變這樣子啦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 現在我們要講個東西叫 小批量T度線量法 在之前的例子裡面 我們每次更新權重的時候 就是我們每次做T度線量法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 所有樣本 做 求解對吧 我們在做導函數的時候 我們輸入的樣本 我們在計算T度的時候 我們每一次都是用全樣本 對不對 這叫全樣本T度線量法 好那 我想問一下大家 如果某一天 你現在一次有100萬張圖 然後你要進行運算 大家不要覺得100萬這個數字 很少見啊 其實 不會太少見 真的 你有100萬張圖 那你有可能一次 把100萬張圖全部讀進來 然後全部一起丟進T度線量法去做嗎 呃可能是可以 但是浪費時間也太久了吧 對不對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是 呃你們可能有些人程度 呃有些人就是計算機了解的比較好的話 可能會知道電腦有個東西叫RAM 對不對 RAM的大小是有限的 那RAM 你如果超出RAM的這個大小 他要計算就非常困難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這個 呃 這個我們大概啊 不太可能每一次運算的時候都用 縮的樣本 我們很有可能只用小樣本 那我會問一下小樣本 我們要怎麼選擇 我們在更新的時候我們要怎麼選擇 我們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隨機抽嘛 對不對 就是本來你的樣本有100萬個 那我每一次只用100個可不可以 欸可以 但是每次就隨機抽100個出來 那從這個統計理論來講 你 隨機抽樣 隨機抽樣 這就是隨機抽樣 對不對 而且是全隨機抽樣 隨機抽樣的這個樣本 應該跟 母群體 就是那原始的那120樣本 應該是 應該是 呃 有代表性的吧 應該是可以代表他的吧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但是 實際上 那我問一下 那我現在要先 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個所有人都要表達好不好 就是舉手跟 舉手好不好 這2選一定要2選 一定要2選 好 就是如果 我現在問你喔 你現在已經知道這個 這個 呃就是 我們 不可能每一次都用所有樣本做優化 好請問一下 那你抽出來的樣本 大一點比較好 還是 小一點比較好 然後覺得 抽出來的樣本 大一點比較好的舉手 好不好 說好你覺得小一點比較好對不對 欸為什麼 因為 因為比較好做 因為 因為比較好做 你說因為這樣運算量比較小 是不是 好那如果不考慮運算量呢 你講也沒有錯啦 不考慮運算量大家都覺得大樣本比較好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覺得比較有代表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喔 我們來想一下 那我現在問一下 這個我們現在好好想喔 就是 小樣本跟大樣本 比較有代表性 這個實際上是什麼東西 實際上是變異的差異對不對 就是 呃你抽上來 我舉個例子來講 你今天要算 平均數的時候 就是你今天要算這個 全台灣人的這個平均升高 你隨機抽100個台灣人 你估計出來那個範圍可能是 假如說 170到180之間 可是有抽10萬個人上來 你就可以做出非常精確的估計對不對 你可能 你可能 估計出來的就是什麼 可能 175.1到175.3之間 這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就是 你實際上啊 實際上 你覺得 比較好 是這個比較好 就是 他的這個便利比較小 對不對 信頼序間比較小 那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 下面這個圖 下面這個圖是 這個1000就是全樣本 這個我用的是 剛剛那個 就是練習的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奇怪那個 函數圖形 他的 損失函數的那個圖形 對不對 好 如果當 Bench Size 等於5的時候 那便利就很大 他就長這個樣子 Bench Size 10 稍微小一點 依此類推 到Bench Size等於1000 他就完全沒有便利了 好 有沒有人開始覺得 Bench Size小一點 好像比較好 有人開始這樣覺得 有人開始這樣覺得 他全樣本1000 沒有我就是用 我就是用前面這個Sample 就是前面這一個圖 那他1000的時候 因為他全樣本就1000嘛 當然就不會動 對不對 還是沒有人覺得 小樣本比較好 我覺得 應該要跟他全樣本 就是 全樣本的關係 你當然是越大就越維持啊 對不對 當然 樣本越大 你抽上來樣本越大 你跟原來 原始的損失函數 長得越像 對不對 欸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啊 你們剛剛在看這個函數的時候 當然這個函數我 搞的比較簡單啊 我是選了一個 還沒有 我剛剛不是有把那個 函數條件2跟3 那個函數會變得更複雜嗎 那函數複雜有什麼缺點嗎 不好優化 局部極質 會困住我 你覺得這個很容易有局部極質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也很容易有 你覺得這個東西有局部極質嗎 沒有對不對 他不容易困住了 所以你發現了什麼 其實我們在做 小樣本梯度 下降法的時候 小批量梯度下降法的時候 我們那個批量的大小 實際上是我們 賦予那個函數便利的大小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便利大不見得是壞事 這樣都會這樣 便利大代表性不足 沒錯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不管怎麼樣都不能代表這個函數 可是 他帶來的好處是什麼 他就 他隨時 你現在在的任何一個點 剛剛是局部極質 現在可能就不是了 並且 你還記不記得 慣性動量 什麼樣的狀況下 慣性動量會有效 很陡的時候 對不對 你給他一個很大的 加速度的時候 慣性動量就會 衝破一切障礙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 你把這個東西想像成海浪好了 這海嘯高一點可能比較好一點 你的樣本調的越小 這個海嘯就會越大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你現在了解這件事之後 我們就要做實驗來證明 我們要怎麼做實驗來證明 我這邊沒有函數 好沒關係 來 你看喔 實際上你如果把剛剛那個優化函數 我就故意 好我先給大家看圖好了 如果你這個是隨機抖動的話 他的這個軌跡就會長這樣 為什麼他動來動去的對不對 可是 他是不容易被困住 不過這個你剛剛就優化成功了 所以你覺得沒什麼了不起 我們看下面這個圖 好你看到了 當你樣本一小 你發現你局 你居然 你沒有辦法困住他了 為什麼因為局部集職不穩定 那全局集職穩定嗎 也不穩定嗎 全局集職意思是什麼 來以這個例子來講 以這個例子 其實在2跟3的那個地方 他是可以完美分割的 他可以完美分割 你聽得懂 我在生成例子的時候 在 β1-2 β2-3 這是我生成的方式 所以 既然我生成的方式是這樣的 所以 當我β1-2 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完美分割了 對不對 完美分割 還可以再往下嗎 所以當你不小心走到2跟3的時候 當你不小心走到2跟3的時候 他就動不了 因為在他周圍沒有任何一個點 你抽哪些樣本上來都一樣 他周圍沒有任何一個點 可以比2跟3還要好 你抽什麼樣本都一樣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因為你不管怎麼抽 他都符合這個條件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不管怎麼抽 也許他還符合了其他條件 但他絕對符合這個條件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說你樣本抽小的時候 也許會有好幾個跟你一樣都是全局機質 都是最小的 都是完美分割 但是只要你到了2跟3 無論你怎麼抽 他都是完美分割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如果你的 你小樣本的好處在哪裡 就全局機質 什麼叫全局機質 我們現在重新定義一下全局機質 本來我們想要找到的是全局機質 是想要找到真的 在原始函數裡面最小的地方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它換一個講法 我們其實不需要找到全局機質 我們只要找到一個地方 可以完美 完美分割所有 樣本 這樣可以吧 我們可以完美分割所有樣本 這樣就夠了 我們不見得要 我們不見得真的要 就是真的要找到全局機質 我們只要找到完美分割所有樣本 點就夠了對不對 好所以 當你 小P量P度下降法 當你的P量是 20或30的時候 如果你20個跟30個 有錯他就會動 有錯他就會動 如果你到了一個不會動的地方 那其實是不是就夠了 他也會很接近全局機質 這樣都有意思吧 而且你要這樣想 所以我們現在換個想法 P量小跟P量大 我們總結一下他的好處跟壞處 注意一下 我剛剛在比喻的時候 是用統計 是用估計 沒有錯 是這樣沒有錯 你們實際上也很容易往那邊理解 那實際上你在優化函數的時候 這個 你可能他的方向 理解方向完全相反 對不對 好小P量的好處是 第一個 函數變動大 所以不容易被極值 不容易被極值限制住 局部極值限制住 那壞處是什麼 壞處是 你只要當前的小P量的樣本 在當前的位置被完美分割了 那他就不會動 那我問你一下 二十個樣本完美分割比較容易 還是兩百個樣本完美分割比較容易 二十個容易很多對不對 兩百個不容易嘛對不對 所以當妳的 所以當妳這個就是 所以其實有一些人他這樣設計 當最開始的時候我希望他P量小 也不想要讓他一開始就被困在局部極值 可是在最後我要做最終修正的時候 我希望他P量大一點 因為這樣子他比較容易有修正的空間 你把它再換一個想法 小P量代表便利大 大P量代表便利小對不對 好像還蠻有道理的 一開始的時候我希望他便利大一點 讓他隨波逐流一下 最後我想要很精確的修正的時候 我需要大P量 這樣都會是吧 好那可是 這個 所以大概小跟大 我們直覺上的反應大概就是這樣 這樣可以吧 直覺上的反應就是我剛剛講的HO缺點 可是我們忘了考慮一個問題 我問一下 請問一下 在訓練樣本中 在訓練樣本中 我們現在在優化神經網路的時候 都是用訓練樣本 這樣可以吧 在訓練樣本中完美分割 完美分類 他在測試組就會完美分類嗎 不見得 對不對 不見得 不見得的原因是什麼 過渡你了 很好人講過渡你了 或是你把口鼓題背起來沒有用 那所以說 所以說 批量樣本 太大 你最終把它修得很大 讓他在訓練set 完美分類 他到 headset上面表現不見得比較好 對吧 所以每一個 那所以說你現在遇到問題啦 那很糟糕啦 因為你知道過渡你頭 你就知道 啊這個東西要用4的 所以好很遺憾 告訴我 按照我們剛剛的講法 你可以由小到大 但是大的極限不要 大的極限要試一下 你可以一開始都是用10 20 30 40 但最後可能到100就停了 不要讓他長大 怕他過度擬合 好 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大家看著 批量大小跟優化效果有 我陪陪在探討 這個 這個人 這個人 你們名字也記住 他的臉你們也記住 某天你們就會又看到他了 我說在我的課程裡面 某天你們就會又看到他 反正你只要知道他是一個 很有名的人就好了 啊怎麼了 你看過了 蛤 他當然活著 這個 蛤 Yung Lecuin吧 他好像是法國人嘛 他唸起來好像就是這個名字 好來看一下這個 他講什麼話 這是他發的那個Twitter嘛 對不對 Training with large mini benches is better for your health 對你的健康有害 好他當然是講開玩笑的 重點就是這個 重點就是這個 你會不好了 然後 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對你的test error很重要 他對你的test error有害 就是你在測試集裡面的 這個東西這個 這個樣子準確度有害 好朋友們 你不要讓你的朋友使用 Bench size 超過32 哇靠這個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限制啊 對不對 32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他引用的是這篇paper 這篇paper 他比較了不同Bench size 在不同學習率之下 他在test set上面的performance 這個顏色越深就代表他表現越好 顏色越深代表他表現越好 代表他離best performance 越接近 你可以看到 你超過 Bench size超過32 幾乎就不可能 不管你學習率怎麼調 幾乎你就不可能得到 best accuracy 這樣可以了 好可是我問你們一下 按照我們剛剛的理解 我們在讀paper的時候 我們總是都要有自己的理解 好不好 你直接讀這篇paper 你直接下結論 你的結論就是 以後我training的時候不要32 32以下 一定要32以下 對吧 好那我問大家一下 我現在就故意google large bench size 那我來找pepper好了好不好 Peper imaging library training 欸來你看喔 他這一篇 Team他做什麼 來來來 他bench size多少 8192 他說他用8192 訓練得很好啊 對不對 到底誰錯了 到底這篇 paper 這篇 paper 跟 這篇 paper 誰錯了 CPU的差異 CPU比較多 GPU比較多 用了256個GPU 這不重要啊 這只是運算資源的多寡 到底誰對了 給出一個解釋 我剛剛其實講了很多話其實都有暗示這件事情 給出一個解釋 誰對了 都對 你講個理由 你都對你嗷嗷看 你給我嗷嗷看 前面形容小屁量 這個大屁量 你一說 前面形容小屁量 你一說這個是後面才用大屁量嗎 你現在考驗我 沒有看內文啊 你點進去看看他有說這種事嗎 他沒有說這種事 跟你保證 好不好 他沒有說這件事好了 我懶得看了好不好 他沒有說這件事情 不要嗷 他有別的嗷法嗎 好沒關係 那我來嗷好了 我要跟大家講兩個都對 那我要嗷了 我要怎麼嗷咧 來我跟你們講 那當然有些事情你們是不可能知道的 就是因為你們你們看到 你們看到這個 CIFAR10 這個你們不會有任何感動 你們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CIFAR10代表的是 這個任務是 這個dataset是十分類任務 是一個圖像的十分類任務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一個圖像的一百分類任務 這樣可以吧 ImageNet 是一千分類任務 然後他難度高很多 所以對於ImageNet來講 他複雜度高很多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對於這個set來講 他複雜度很低 然後我再回到前面那一個 大批量跟小批量 效果好跟不好 差在哪裡 小批量變異大 小批量變異大 缺點是什麼 他沒有辦法做精細的修正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對於一個簡單的 那如果對於一個簡單的任務來講 十分類 他可能精細的修正就不需要很多 因為他很簡單嘛 所以他的極限bench size 他的極限bench size 不用特別大 就是他最後做修正階段的時候 那個bench size不用特別大 但是他在這個就是 但是你如果給他太大便利size 他在前面優化就會很 就會很崩潰嘛對不對 那對於一個足夠複雜的 dataset來講 舉例來說像ImageNet ImageNet有100萬張圖 然後1000個分類 你每一次給1000張圖 甚至每一次給1萬張圖 他的便利還是很大 一樣沒有辦法困住那個神經網路 因為他太複雜了 就是你在優化的時候 他一樣沒有辦法被困住 但是1萬他又可以做很精細的修正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大小是相對的 對於這個data 我要跟你們講一個事情是說 對ImageNet這樣的一個神經網路來講 這樣的一個dataset來講 你要training神經網路 不要太大值的是說 你不要用什麼10萬20萬 這種數字 可是幾千還是可以接受 幾千還算小 那對於這種這麼簡單的dataset來講 那超過32真的是很大 好我現在跟你們講這些東西 就是基本上 我希望你們可以 就是我們在教這些理論的時候 基本上你會發現這些東西都可以透過理論 去衍生出來 就是你對pepper的這個 你對人家pepper得出的結論 你都可以有一套你的理解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學理論的好處就在這裡 就是你不是說人家說32 那以後我就不要用32以上 沒有沒有看你的任務 我覺得有時候 你的任務需要精細的 就是你要知道大跟小各自的好處 你這樣才有辦法去解決 如果這一篇pepper 跟剛剛我隨便找的那篇pepper 講真的在這個學界 就職工系這些學界 論戰也是非常多 就是到底誰比較好 誰比較不好啊 什麼每個人都可以講出一套理論 那至少我講 我比較相信的理論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樣子 因為它符合我所有 過去已知的認知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這個 我們現在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上了半天 我們知道大了大的好 小小的好 對不對 可是總之我們知道了一件事情 我們多了一個參數可以調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今天 你說這個learning rate 大比較好還是小比較好 也沒有個定論嘛對不對 那 那 那他給我們的意義就是多了一個參數可以調 那多一個參數可以調 總是比少個參數可以調好一點 好那所以我們現在試著 請你 試著把剛剛的這個 這個 DEEP MLP Trainer改成小批量 跟小批量一樣 如果你還是 你不知道要怎麼改的話 那就抄答案了 好不好 那我們給我們11點的時候做全套 好那我們的這個 這個 程式碼修改啊 這個就直接貼就好了 那 呃 這個程式碼已經越來越多行了 這個有點嚇人 好 這個真的是很多行啊 這個已經100多行了對不對 所以 呃你們不需要去解這個 函數啦 這個函數是我寫的 這個函數我寫的 我只是想要告訴你們說 某一天如果你覺得 我就是不想用套件 不想用套件的原因 是因為這樣大家如果想學的時候比較好拆 就你哦 實際他是怎麼做的 你比較容易學這樣 那是我故意的 要寫這個也是非常花時間的 但是這個 呃 就是你現在如果說看不懂 那沒有關係 那不重要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把Bench size設成 全部 Bench size設成全部的話 他優化就會非常困難 其實也不是很困難嗎 好 Bench size設小一點 好設個20好了 好設個20 20 20跟這個 全部跟20大概差別就這樣 好那 我來講一下問題是什麼 就是 哎其實 因為我的樣本用錯了 因為我的樣本 你看我這次給了有雜訊的樣本 有雜訊的樣本 代表的是什麼 我跟你講 有雜訊的樣本代表的是 他如果完美fit了training set 那就是個大麻煩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有雜訊就代表 那個雜訊就是你去fit雜訊是沒有意義的 你要有能力把雜訊跟真的資訊把它分開來 什麼樣的狀況下可以分開來 其實抽樣可以幫助我們清理雜訊跟真實的資訊 為什麼 因為 既然是雜訊 那他每一次抽樣 你在一個大樣本裡面 你每一次抽樣上來 他就是無序的 而沒有順序嘛 所以就很難學 有時候這樣就往東 有時候這樣就往西 可是如果你 如果是真實的資訊 有用的information 你不管怎麼抽應該都會往同個方向走 這樣懂我意思吧 假如說你往南北走 你往南北走永遠都是往真的方向走 那東西像永遠都是雜訊 那你抽上來 他 既然是他叫雜訊 往東跟往西的機率應該就各一半 對不對 那他一直叫你往北走 那這個就是資訊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說這個 小樣本 小樣本 對於這個 就是小樣本對於這個 就是這個training model 的好處 大概 總體而言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小 他太多優點 就 包括這個 這個就是他可能 這個 需要運算資源比較小啦 對不對 然後他也不容易 不容易練壞啊 對不對 因為他雜訊多嘛 對不對 等於你給他很多noise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在醫學院裡面 這個我們醫學院裡面 遇到的深度學習的資料 跟那個 跟那個 子宮系的不太一樣 子宮系的資料 譬如說 遇到的資料 他就做一台自駕車好了 自駕車沒有什麼模糊 沒有什麼 模糊的那種 決策邊界這種事情 就你今天 你今天前面有一台車 那就是有一台車啊 對 那台車不會有人跟你講說 可能是什麼 又可能是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 可是在醫學院 遇到的資料 不是這回事喔 這個病人是什麼 嗯 老師說是什麼 你可能覺得是什麼 那個學弟可能又覺得是什麼 大家覺得都不一樣 搞不好還都沒有錯 對不對 那這樣子 你的資料本身就充滿了雜訊 對不對 你的 你當初在生成資料的時候 你的annotator本來就充滿雜訊 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 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 按照我們剛剛的理論推道 你雜訊越多 雜訊越多 就越不適合用大 大bench size 所以就建議你用小一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而且我跟你們講 那個小 我現在隨便google一篇paper 也不是隨便的啦 我這篇我有看過 好 我要給你看的是 假如說在醫學領域 你看你剛剛在資工系的那個 ImageNet 那個貓就是貓 狗就是狗 他動不動就給他 動不動就給他 搞個什麼 快要1萬的bench size 對不對 然後我要給你們看的是 這個作者 這個作者 吳文達 他可是Stanford大學的資工系 我看一下 Stanford大學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所以他是資工系的 這樣可以吧 他在做醫學系的 醫學的資料 用做胸部X光的分析的時候 你看一下他的bench size 是調多少 bench size 8 夠小吧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想跟你們講的是說 就是我個人 就是 反正學到這裡 我個人經驗 我就是喜歡小 而且我 我當然有做過非常多的實驗 就是 我就會覺得說 那小的真的就是比較好 那我給出的解釋就是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覺得跟我們其他的觀察 非常的符合 那某一天 跟我的觀察不符合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修正一下我的理論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要講一下第五節啦 我們今天要講最後 講今天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已經學了這麼多東西 當然今天最關鍵的 我個人認為今天最關鍵的就是批量大小 這個小批量這個東西 我一直在強調他 對不對 因為他 第一個他又 他又多變 然後他又不好 他也比較沒有辦法理解 至少跟你直覺不一樣 對不對 那他這個 就是 然後他又真的很有用 那我現在 我現在講的就是 我們是一個 這個慣性動量的擴展 這個東西也很常用到 所以我一定會講 好 就是我們剛剛在改梯度下降法的時候 我們是用慣性動量 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 我們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 就是我們的那個深度神經網路 我們的深度神經網路 它的 前幾層 我講前幾層是越靠近Output 越靠近Output 它是不是就越少面臨梯度消失的危險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嘛 對不對 好 因為他經過越少次的 飛行性轉換的導航數 對吧 好 所以說其實我問一下 你們覺得 你們到現在覺得 每一個參數的學習率都要相同 好像不應該相同 有時候好像應該大 有些參數好像應該大一點 有些參數好像應該大一點 有些參數好像應該小一點 所以學習率這個東西 我們目前為止是固定的 但也許我們應該要設計 對不同的參數給他不同的學習率 當然這個不好調啊 你這樣要調的東西可多 你有100萬個參數 難道你要調100萬個學習率 那你連要怎麼調的邏輯都不知道啊 對不對 好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來看這個LOST的軌跡 小P那有LOST軌跡 我們LOST的軌跡 我為什麼要秀出來是有原因的 這個LOST的軌跡跟這個LOST的軌跡 差別在哪 雜訊多廣 當然這個LOST軌跡很明顯 他很快的就達到了 他很快的好像就不用再優化了 對不對 這個LOST的軌跡他等了很久才到這裡 可是他的雜訊多 他的雜訊少 合理嗎 太合理 沒有太合理 批量小 雜訊當然要多啊 批量小 意思是你的 你的那個 損失函數很不穩定 你的損失函數 就長成這個樣子 你長成這個樣子 他的LOST要不會變化 我都覺得很奇怪 這樣通過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 批量小 雜訊多 是太合理 所以說我們啊 我們有 你看我們又要調 我們又要調 Bench size的大小 我們又要去調這個 就是學習率 學習率是不是越之後要越小 我們之前前面不是講的嗎 最開始的時候學習率大一點好了 對不對 只要他不要發聲 往反向走就可以了 最後要做精細的修正 當然學習率就要小啊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想一下 人家都怎麼解決的 人家解決方法就是 你今天要為不同的參數 設計不同的學習率 和不同的實習 選擇 選 決定不同的學習率 這個太難了 所以這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決定一個函數 讓大家的學習率都follow這個規則 就要說 這個我隨便舉個例子 就要說 李俊和你的學習率 你的初始學習率就是0.1 但是你走的太快了 那我降下你的學習率 那我跑步跑太慢了 所以說我的學習率就調高一點 把我加boost一下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不錯 所以說這個想法 你把它導入到方橫式裡面 就是我希望你剛剛走過的路越多 我就給你比較小的學習率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你要怎麼衡量你剛剛走的路 來看這個視頻 你當前的gradient 你上一代的gradient 你這個就是你當前這一代的gradient 對不對 注意喔 你當前的gradient的平方之後 跟上一代的n 加在一起變成新的n 所以這個n 這個n 這個n 這個n是一個暫存的數字 這個n從0開始 它在第0代的時候是0 最開始的時候它是0 然後它隨著你 它不斷 它的下一代就等於上一代 加上 當前t2的平方 所以這個數字會越長越大對不對 而且對於每一個不同的參數 主要說你有β0跟β2兩個參數 對於這兩個參數來講 因為它的t度不一樣 所以它的n也會累積的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參數會有一個自己的n 來你看一下 那t度下降法公式被改成了 上一代的值 減掉l 除上n 加上很小的數字 避免除以0 這是避免除以0用的 乘上 當前的gradient 這一包是不是可以講成廣義的學習率 學習率還是固定的 可是它乘上的廣義的學習率 是不是被n修正了 n越大 廣義的學習率就越小 對不對 因為它放分母 這樣可以吧 那什麼樣的狀況下n會越大 你跑得越快 你累積的t度平方核越大 不管你的方向 你只要動得越多 你的n就越大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說 來 所以說你如果使用這樣的一個方程式 你如果寫成r圓的話 它長成這樣 就是 你的n永遠都要等於上一代的n 加上gradient的平方 那你優化的時候 你需要除以n加上eps 好這樣子的方程式 你如果 你如果發現t度下降法 它就會長這樣子 好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啊 在做優化的時候 在做優化理論的時候 這個 它其實並沒有那麼難對不對 就是你要改一個 你要把你的idea放入t度下降法 它其實不難對不對 它其實不難 真的是不難 如果你會寫底層 就是你像我這樣子 沒有用別的套件 直接寫底層 那這件事真的是不難 很多paper就是發展出一個新的 這個 優化的方式 這樣就一篇paper了 而且有時候還是很重要的paper 不然等一下我們來google一個 人家這個優化器 就是人家這個優化方法 paper被你用幾次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說 但是如果你用套件 就沒有辦法 你只能用人家固定好的 這個 就是優化方式 只要學到這裡 你們應該有一種感覺 就是在上學期 你們學機器學習演算法的時候 有學到多層感觸機 你們發現 哇靠這後面的姿勢量太多了對不對 其實每一個演算法後面都是這個樣子 不過我們對深度學習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們深度學習比較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那種方法有什麼缺點 就是這個n是永遠不會變小 對不對 這個n永遠不會變小 所以如果你走過十萬代 或是一百萬代或一千萬代 這個n永遠都不會變小 所以你的學習率會變得超小 對吧 你學習率會不斷變小 變得超小 那這樣子的話好嗎 這樣就是不會動了 這樣就不會動了 那這樣好嗎 這樣好像不太好 因為搞不好我還沒有優化成功啊 對不對 對於ImageNet這種等級的database來講 搞不好我就是要優化一億代啊 那你的學習率把它調小了 調到你的學習率永遠都只能調小 那這還得了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是不是跟我們剛剛的慣性動量那個很像 我們可不可以給 前面這個n一個保留係數 就是我們不要讓他每次都無限制的加上去 我們給這個n一個保留係數 這樣可以吧 給一個保留係數 因為剛剛那個東西他有個問題 就是剛剛那個東西 叫做ada great 現在ada 我們叫ada delta 這個東西叫ada delta 這樣可以吧 就是我做了一個小小的修正 你看這樣就一天了 我現在查一下ada great 引用事數是多少 我蠻有興趣的 來ada great paper 9000也不少了吧 9000 我覺得 如果我們在國防醫院的 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人 能夠發個被引用9000次的paper 那我覺得我們都覺得非常尊敬 可能講尊敬還太那個 就是還太不夠尊敬了 這樣子 那我們再來看ada delta 你看喔 ada delta跟ada great 他就只差那個地方 我們來看ada delta 引用事數 6000 也不差了吧 對不對 我一樣 國防醫學院有人可以發出6000的 我一樣非常尊敬他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摔減係數 這個 他把摔減係數加進來 這是蠻容易理解的 你們應該不會覺得這很難吧 不會吧 很簡單吧 對不對 完全看不懂 不會啊 本來是n 本來 本來這個n是一直累積的啊 現在他乘上個摔減係數0.999也可以啊 那他接著他就是 他就是 那他後面就是也乘上1-β2 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再加一個 再加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 剛剛我們在做 那個就是 慣性動量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慣性動量很好 慣性動量很棒 這個式子裡面沒有慣性動量 那我可不可以加個慣性動量 對吧 我可不可以加個慣性動量 看著喔 那我怎麼加慣性動量 很簡單剛剛是 平方嘛 對不對 那我加個m 這個m啊 你做的β1跟1-β1 你先不要管他 那就是衰減係數項 對不對 我只是 從這裡擴展的對吧 欸 我現在改成乘上當前的梯度了 我現在改成乘上當前的梯度囉 好 欸然後我把 gradient x 改成m 所以這個m變成了什麼 當之前的累積組合 加上當前的梯度 這 你把這個mt把它放下來 你把mt把它放下來 這就是慣性動量啊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你把 mt代入成β1乘上mt-1 加上1-β1乘上gradient x 那就是 慣性動量 然後跟 當前梯度了 那就是SGD嘛 就是前面那個帶有慣性動量的梯度相法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從這個式子擴展到這個式子 會覺得很困難嗎 應該還好 張老師可以喔 當然不行 怎麼會不行 我看得出大家眼神迷茫 可不可以大家講一下不行在哪裡 這個式子還可以理解嗎 前面這個式子可以理解嗎 還是從前面這邊就消失了 你去渴 你去渴 可以嗎 前面給後面 所以 這兩步有個問題是不是 這 這一步到這一步有問題 加個衰點係數不難嘛對不對 對不對 來 加個衰點係數過來 那我們用 我們現在可以擺上 就是我們 我們上面那個式子 已經是X 下一代的X 等於上一代的X 加 減掉 LR 乘上 這個 乘上 這個根號XXX 這個是什麼我都不想管 好不好 然後再乘上gradient X 對啊 這是上面那個式子對不對 這一包 這一包我們不要管他 這一包我們不要管他 我們現在把這一包改成LR 反正他就是一個 廣義的 廣義的LR 對不對 只是我做了一些修正 廣義的LR 好 可是這個式子 跟沒有冠進動量對不對 冠進動量是我們以前那個式子 我們以前那個不是冠進動量嗎 對不對 我們把它改成 XT-1 XT-1 減掉LR 乘上 gradient X 再加上 m 乘上 我們不要m好不好 我們現在改 β1 乘上 XT-1 減掉XT-2 這樣可以嗎 這是我們把上一個式子改 下一個式子不難吧 就是加個慣性動量而已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接著 那我們把這一包 我們把這一包 當成是一個m 這個m 等於 m在最開始的時候就等於 xt-1 加xt-2 這樣可以嗎 m就等於這個樣子 欸等一下 我問一下 XT-1 跟XT-2 是什麼東西啊 欸 來 XT-1 XT-2 我們如果把式子展開來看的話 減掉LR 乘上 gradient X X 這是T T-1 T-2 然後再加上 β1 X X T X 這邊我們都不寫 這邊我們都不寫 這樣幫助理解 反正就是 假設我們 假設我們以前都不用慣性動量 從某一個時刻開始用的慣性動量 那m就等於這兩個碼 對不對 這兩個碼 我們把它寫下來就是長這樣對不對 好 你會發現這兩者相減的話 這兩者直接相減的話 直接相減喔 你會發現 這裡直接消掉 這樣可以接受 這兩者直接相減的話 這個可以直接消掉 欸 不是 抱歉講錯了 我要用上式減掉下式 上式減掉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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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 這一個 上式減掉下式 就變成 這個減這個 再加上這個減掉這個 對不對 如果你一路往下推展的話 如果你多寫幾行 你多寫幾行 你會發現 這一個 這個 這個東西會一直消掉 直到 x0 x0 就是 x的起始值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你會發現 你不斷的要加這個東西 你要不斷的要加它 就是加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gradient t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吧 那你不斷的要加gradient t 的話 你就會發現 m其實就是 m其實就是 gradient t 1 加上gradient t-1 加上gradient t-2 一直加到 從最開始的那個 加到現在為止 好 你可能很難理解 我現在 我現在用 數學方式推導 你可能很難聽懂 換個講法 你現在在起始值 你往前走一步 你往這個方向走一步 它是不是代表著 t-2 叫你往這裡走 這是不是你剛剛走過的路 這是不是要帶給 慣性動量 你的慣性量值 是誰決定的 你剛剛的t-2 決定的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把 t-2 一直累加下去 就再加你的慣性動量值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因為你永遠 你走的方向 都是你的t-2決定的啊 所以你加t-2 等於去加慣性動量值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的m 就變成了一個 當前t-2值的累積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哦 那我把m直接換下來 那當前的gradient 當然還是要用 那只是我多了一個 以前的累積 這樣可以接受吧 有正有負哦 這個可以允許有正有負哦 因為t-2有時候 你就往後的時候 你就往前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可以有正有負哦 我這樣講 大家可以接受嗎 從這裡 加上慣性動量值 長成市長這個樣子 應該沒有那麼難懂 這樣可以了嗎 好啦我們先繼續好了 就是如果真的不行 我們就回去看影片好了 我是覺得這個是很直覺的 好不好 就是現在還是很直覺 好最後 最後我們到 如果說你已經 你如果暫時沒有辦法同意這個式子的話 那你就回去再想一下 但是我們必須要 Base on這個式子繼續 Base on這個式子繼續 你發現這個式子有什麼問題 就是當 當t等 當t等1 最開始的時候 m跟n都是0 對不對 m跟n最開始的時候都是0 對不對 這個數字是不是會非常非常小 因為Beta1是0.9 那Beta2是0.999 所以這兩個數字是不是會非常非常小 這兩個數字非常非常小 有什麼缺點 你就要除一個很小的數 那這個就會變很大 那這個就會變很大 這樣可以吧 這個就會變很小 所以我還需要修正一下m跟t 我把m跟t改成這個樣子 好什麼意思呢 當t等1的時候 mthot 就等於 mt除以1 減掉0.9的一次方 所以代表除以0.1對不對 所以他是不是變成10倍 10倍是不是跟這個消掉 那如果mt很 t很大 t等於2的時候 1減掉0.9的平方 所以這個mt是不是變成除以0.81 除以0.81嗎 大概5倍 5倍的mt mt等於5倍 這樣可以吧 當t很大很大很大的時候 是不是 0.9的無限次方 那就是1 1減掉0 下面就是1 mt等於5倍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修正 我們可以讓最開始的時候很大的數 很小的數 變大一點 變得比較符合 比較符合正常的數 所以我們這個式子 本來這裡是n跟m 變成m m hat跟n hat 好 如果這個你是同意的 從這裡下來這裡 應該不會太難的同意吧 應該可以吧 這個只是加上一些變化而已 這樣可以吧 好 我要跟你們講 最終版的這個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東西 叫addon 這個優化系 我現在要google這個paper 到底被引用幾次了 9萬5 你從他的引用次數 你就感覺出來 我剛剛教的所有方法裡面 哪一個比較重要 9萬5 這樣看出來了 為什麼他9萬5 因為他融合了所有方法的優缺點 常用方法的優缺點 9000 9000跟6000應該也 夠資格被講常用了吧 對不對 所以這個9萬5 應該也是可以 9萬5應該也是蠻夠多 好不好 9萬5 剛剛imagenet的那篇paper是多少 有沒有9萬5 好像沒有欸 他已經超過imagenet的那篇了 我找不到了 注意一下他是2014年發表至今 就已經9萬5了 真的是 真的這麼了不起嗎 真的是超過了欸 嚇人欸 哇靠 這個 那可 而且這一篇是20 這篇是2012 這篇是2012 好不好 那這個了不起啊 我終於 居然發現他居然超過他了 所以這一篇的貢獻可能更大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要怎麼用 其實你在實現語法的時候 他其實不是特別難啊 就是 你開始的時候m跟n都是0 這樣可以理解吧 然後 這個gradient的求出來之後 m就等於beta1乘上m 加上1-beta1乘上gradient 那n就是gradient的平方 這樣可以吧 然後 m跟n 分別透過剛剛的方程式 這個i就是第幾代嘛 就是T碼 i就是T碼 變成mHat跟nHat 然後 下一代的redout 就等於上一代的redout 減掉了另外除以 xq 那個開根號 nHat加 一個很小的數字 再乘上mHat 這樣 我們就可以優化成功了 所以他其實沒有很難啊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如果你用adden來優化的話 adden數學上非常厲害 可是你真的拿他來優化 欸 在有時候他不見得很好 就是adden 簡單來說以剛剛那個例子來講 這個sgd 這個 sgd他做的很好 但是adden反而做的不好 為什麼呢 adden在數學上真的是非常優美 那缺點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到結束的時候 我們再來講缺點 好不好 等一下那個 在今天所有課上完之後 要講 要結束的時候 我今天也快結束了嘛對不對 那個 你們要提醒我 我一定要講adden的缺點 adden 這個顯然他就是有缺點的 只是 現在你們還沒有辦法理解他的缺點是什麼 我們要先做實驗 我們要做實驗 非常簡單 一樣 我們再一次 把這個 我們再一次產生這樣的樣本 然後我們 當然如果你可以 我認為大家應該是寫不出來 好不好 所以請你直接用 你要注意一下 of minor 這裡 adden 可以用adden也可以用sgd 我來這裡 如果你是用 如果你是用adden的話 你就是產生m 然後再產生mHot跟nHot 然後去 去做運算 如果你是用sgd 那就直接是加上beta1 乘上冠性動量 再加上l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請你直接複製貼上這一串語法 然後去後面試 在不同的深度 不同的深度 不同的這個網路深度 不同的這個lending rate 去試說adden跟sgd哪一個比較好 為什麼要試網路深度 因為adden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不同layer 不同層 他可能要用不同學習率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請你稍微試一下 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15分鐘的時間試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用adden的話 就是如果你在 兩層深的時候 這個算三層深啊 就是2加1 兩層深的時候沒有什麼感覺 adden優化的也不錯 sgd我們看一下 sgd也不差 差不了多少 對不對 好可是如果你的層數非常深 只要1 2 3 4 5 5 6 7 總共8層 7加1層的時候 你用adden 就是可以成功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他的lost軌跡 他的lost軌跡很奇怪 但是可以成功 對不對 好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函數真的很複雜 所以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什麼就是 集值啊什麼 而且還要考慮到你是 你為什麼 你是因為有 你可能是用了好多技術啊 包括 mini bench啊什麼那些 才把它優化成功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可是如果是用sgd 只有把adden改sgd哦 剩下完全都沒有改哦 他就是會失敗 那adden為什麼可以成功 我們要講adden的優點 adden為什麼可以成功 因為他給不同的層 不同的體讀學習率 每一個參數的學習率是不一樣的 你如果走的太少了 你發現你跑的很慢 他就給你大adden的學習率 什麼樣的地方會跑的慢 什麼樣的地方梯度會小 越靠近input 梯度就越越小 為什麼 因為他經過越多次的 梯度消失的危險 這樣懂我意思吧 每經過一次非線型轉換的 導函數 他就會 他就有可能 會變0嘛 對不對 reliu的那個 你就有一半的機率變0 如果一半正一半負 就是有一半會變0 對不對 所以他在 他在這個 呃就是很 就是他如果一個很深的網路 adden這種 差異化學習率的策略 就會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但是我要跟你們講adden adden也沒有能力 adden可能可以解決十層深的神經網路 但他一百層一樣做不到 一百層一樣非常困難 好不好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就是 adden的缺點是什麼 你現在已經知道優點是什麼 優點就是差異化學習 就 你跑得越快 我就把你調慢一點 你跑得快 你跑得越 就是 反正就是你跑得慢我就調快 跑得快我就調慢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這會出什麼問題 好 他出的問題變成 那代表大家的梯度 梯度本身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你梯度大 那我就給你小學習率 那你走就短 對不對 你梯度小 我就給你大的學習率 你走就快 所以梯度本身 變得沒有意義 梯度的大小 本身變得沒有意義 只是那方向有意義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對 就只有正號跟負號是有意義的 大小沒有意義 所以說我換個講法 如果今天 往左前方走 我現在梯度告訴我要往左前方走 而那邊真的是最終的結果 可是因為我往左邊比較小 往前面比較大 他就會強迫 那我很大你給我少往這邊走一點 那你多往這邊走一點 那我是不是永遠只能走45度角 這樣通通意思吧 所以ADEN他的好處在於 他的好處 差異化學習率本身是好處也是壞處 好處在訓練深度神經網路的時候 他可以一定程度的避免梯度消失問題 一定程度而已 沒有到很長 那壞處就是 他其實並不是走在 真正最能夠降低 LOS的那一條路上 他的那個軌跡本身是 本身是有一點變形的 所以最後他走到的位置 很有可能就 就是他可能要繞遠路才會走到 走到最終的位置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現在要往左前方那根柱子走 結果發現我的腳就是不停使喚 對不對 永遠就只能走45度角的方位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樣自然我就 這樣自然我走的路就會變長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走的路就會變長 好 所以說ADEN 所以ADEN 如果你搞清楚他的優點跟缺點之後 你會發現 那我們什麼時候會擔心梯度消失 最開始的時候 最開始為什麼最開始T度會消失 因為你最開始是隨機的啊 你隨機的很容易就出現 你比如說以SYM的函數來講 你隨機其實很容易就出現 所有的大家都是很大數 或大家都很小數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T度消失嗎 如果你已經優化的不錯了 你很容易出現這種事嗎 不容易 對不對 所以T度消失這個問題 其實他其實只在最開始的時候會困擾我們 那中間有時候不小心有人遇到了 但主要是一開始的時候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透過差異化學習率策略 我們可以很好的找到一條不錯的路 幫助我們離開一開始那個混沌的狀態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在最後 會不會我們需要SGD來做最後的最終修正 有可能 而且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現在講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有一篇 又有一篇paper 來描述這件事情 一樣你們有興趣在自己看 就是去 就是增加這個generalize的這個 這個 為什麼後面還有中文呢 怎麼那麼神奇 好去增加這個 這個就是generalize 外推的這個performance by switching from addon to sgd 一樣 一開始是用 addon 後來變 sgd 這樣可以吧 你細節有就不看了 那這篇當然沒有這麼了不起 大概300次 300次其實也不錯了 這個我這輩子發的paper 好像還沒有超過300 可能某一天會有 但是現在還沒有 所以300也不錯了我覺得 好 所以我想跟你們講的是說就是 這個 我們現在學一個新東西 它都是有正有反的 就是我們很少像那個就是 relu跟這個sgmoid的這種 就是大概不會再用sgmoid這樣子 那大部分都有正有反 adon跟sgd也一樣 有時候 你會發現有時候你要用sgd的時候要用adon 那adon的壞處 adon好處是深網路的優化 壞處是走的軌跡太長 壞處是走的軌跡太長 他很快的可以優化 但是最後 在做修正的時候可能要用sgd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了解了這些之後 我們之後會學到非常多東西 希望這些 你這些東西有融會貫通 你就可以了解paper為什麼要做什麼選擇 什麼之類的 或者也許只是單純的把參數調出來而已 好我們最後做一個總結 T度消失跟過度擬合 是深度學習理論研究的兩大難題 那過度擬合好解決一點 我們還有好多技術沒有用到 正德化啊 對不對 而且那個小批量好像一定程度能解決嘛 對不對 好 但T度消失問題 仍然困擾著我們 所以我們解決不了 那我們今天又講了一個權重初始化問題 因為你發現了一件事情 這個 你 擁有這麼多工具 他追根究底 其實你的初始點如果有問題 你的初始點如果有問題 你再好的工具都沒有辦法去解決它 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以剛剛這個 以剛剛這個函數為例 你很衰很衰的 就在這個地方 開始 抱歉你一步都走不了 你再怎麼樣都沒有辦法動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你唯一有辦法動的可能是 如果這是由樣本組成的損失函數 你給他一些變異 那你可能就可以離開一點點 那你就可以動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是 但是 但是你現在感覺出來起始值是非常重要 所以現在我們的理論課 就圍繞這三大問題 T度消失 過度擬核 權重初始化 權重初始化 就是最開始的時候 我到底要怎麼給權重呢 我到底最開始的起始點要放在哪裡 我到底是可以 全部都用隨機了嗎 還是 有一些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去 決定一個起始點 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不知道 所以這三大問題就是 深度學習的三大問題 大概類似於這個 什麼 物理學的兩朵烏雲啊 什麼量子力學跟相對論那種感覺 當然類似那種感覺 好 那我們 我們會一個一個解決 不過我跟你們講 T度消失這個烏雲啊 已經消失了 只是說後面的課程才會教 不然的話 現在深度學習的 革命不會爆發 不然現在 你沒有聽到現在叫什麼 過度擬核 什麼 什麼 泛化革命 什麼的 這個 外推性 強化革命 什麼的 沒有嘛 你講的是深度學習革命 代表T度消失問題已經被解決了 所以現在就是兩個烏雲 好那 這個 我們先給大家劇透一下好了 我剛剛查到兩篇九萬多的 我非常的興奮 我們來看一下 解決T度消失那篇 Paper 到底 到底引用十多好次了 哇十萬 了不起 而且你們要看2016喔 你剛剛是2012 九萬 20 20 2014 9萬 2016 10萬 好這個有點嚇人了 好不好 這個 但是我們反正我們某一天就會講到這邊Paper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課上到這裡阿